在埃及的以色列人越来越多 埃及的新法老就担心 要是这些以色列人以后太强大了怎么办呢 于是法老就让以色列人做奴隶 并且苦待他们 法老还下令杀死所有以色列男婴 有一位母亲把她的孩子放在一个筐子里 藏在河边的芦苇丛中 她的姐姐在远处守着她 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 发现了筐子里的孩子 就决定收养她 孩子的姐姐向法老的女儿 推荐了一位保姆来照顾她 那个保姆就是孩子的亲生母亲 法老的女儿 一天她看见一个埃及人 打一个以色列人 就一怒之下打死了那个埃及人 之后摩西很害怕 就逃离了埃及王宫 来到了米殿 在那里做了四十年的牧羊人 一天摩西正在河列山上放羊 突然上帝的声音从燃烧的荆棘中传来 摩西 摩西 我的百姓正在受苦 我要拣选你来解救他们 我不行 摩西喊道 上帝说 我会帮助你的 把你手中的杖丢在地上 摩西照做了 摩西照做了 杖变成了一条蛇 当他把蛇拿起来时 蛇又变成了杖 把你的手伸进衣服里 上帝说 摩西照做了 等他伸出手来 就看见手得了皮肤病 当他把手放回衣服里 又伸出来 手就痊愈了 去给法老看这些神迹 上帝说 摩西说 我的嘴太笨了 不会说话 上帝说 我会指示你当说的话 你的哥哥亚伦 也可以帮助你 于是摩西就去见法老 要求他释放以色列人 成真 约瑟尽心服侍波提法 波提法的妻子 却引诱约瑟犯罪 得罪上帝 约瑟拒绝了他 他就陷害约瑟 波提法信了妻子的谎言 把约瑟关进了监狱 在牢房里 约瑟遇到法老的两个仆人 就是九正和善使长 他们各自做了一个梦 上帝将梦的意思告诉约瑟 约瑟就为他们解梦 不久约瑟的解释应验了 九正被释放 善使长则被处死 两年后 法老做了两个令他困惑的梦 九正想起了约瑟 就将约瑟为他解梦的事 告诉了法老 于是法老把约瑟召来 将所做的梦告诉了约瑟 上帝将法老做的梦 启示给约瑟 约瑟就对法老说 埃及全国将有七年的大丰收 这七年要储存粮食 因为之后要有七年的饥荒 法老对约瑟的智慧 感到惊奇 就派他治理埃及 负责储存粮食的事 除了法老以外 埃及没有人比约瑟更有权力了 约瑟的兄弟们 去埃及买粮食 他们向约瑟下拜 却没认出他 当约瑟发现他们已经悔改 就向他们表明了自己的身份 他的兄弟们非常害怕 约瑟安慰他们说 从前你们有意害我 但上帝却用这事成就他的美意 你们去把所有的家人都借到埃及来 这里有充足的食物供我们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